大家好,我是Carrie,溫哥華的地產圈記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間很特別的房屋 其實它是公園,位置是單灘的 我們是五樓,是Penhouse unit,兩層 總共的面積是478呎,三房加釘 應該和大家分享一下房屋的外觀結構 你看到它是白色格仔窗,感覺好像歐式風格,味道較重 所以我覺得這間挺有趣,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的外觀跟普通宅廊不一樣 它是硬碎石屎樓,但它不是高高大,其實是五層樓 我們現在在Penhouse的位置 這裡是我們的,所以有最大的落地窗 我們就來看看 它的發展商是Bofo 我們先看看Dining Area 它是全屋的其中一個特色 樓底很高 由這裏上到最高的位置有30呎的樓底 剛才大家看過屋的外觀有尖頂型的位置 兩個大窗,旁邊還有一個小的 三格上到最頂 除了這邊之外,左右兩邊都有窗 因為我們始終樓層不是太高 這棟樓也只有五、六層 沒有一個很遠的景觀 不過採光各方面都可以的 方向Hornby就是北北的偏東 那邊是向西的 所以夜晚會有些陽光過來 來到這裏都可以看到市場景觀 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棟玻璃房其實是Sheraton的酒店 後面大家可以看到古色古香的東西 其實就是聖康的醫院 不過如果大家有追蹤新聞的話 去年8月份的時候 就被Concord Pacific買了 遲些就會移動 剛才是Sheraton 這個比較高級的酒店 這個就是普通的酒店 當時就不同了 但後面呢 這裏拍不到 不過這裏再後一點 其實又有那個叫做Mariot的酒店 我們這邊外面其實是Hornby 如果Hornby一直向北 即是再向丹灘市中心方向 我想走路8分鐘左右 其實就去到Pacific Center 那裏大家可以有很多買衣服的地方 如果想走高檔一些 譬如有Nord Storm 有Hornby 裡面也有 大家可以買到的東西 如果我們再落地一些 也有很多不同的購物商場 譬如有The Bay Spot Trek 我們前回和我老公在那裏附近 有HH去買滑雪用品 所以都很齊全 香港我就比較熟悉的 上班位置 這裡來到這個房子 單攤上班 所以就不太熟悉 我記得在那裏走過去 有Bangtel那四棟商業建築 比較多商業 寫字大樓 我們來參觀一下這個廚房 剛才我們看了Formal Dining Area 過到這邊就是廚房 看到它其實有個三吋的石桌面 雙升盤一大一小 微波爐就合作在這裏 是拉出來的 這隻微波爐 這邊還有一些Display的空間 下面就有一些櫃桶的儲物空間 這裏兩邊都有的 開給大家看看 這裏不是儲物空間 這裏是垃圾桶的位置 下面是櫃桶的深色 還有一個包邊 然後這裏就是配白色的櫃 它是有住過的 因為這棟建築我記得是2014年起好 這邊還有些儲物空間 全部都有櫃桶 然後這個爐 和大家玩一下 這個是電磁爐 因為我們這邊很多是Gas爐頭 或者是電爐 或者是電爐 就是一個發熱圈 這隻就像我們香港的火鍋 它真的是整個電磁爐 牌子是Gaggenau 怎樣去用它呢 有一個開關在這裏 按一下它會開 總共有五個爐頭 首先你可以把這個轉移 推去你想用的 譬如我現在想用上面這個 就可以調整了 最高的度數是9 或者我想開這個 我可以把這個 按一下這邊 然後呢 譬如我開到4度 你現在看到它在斬 而且現在是不會發熱的 因為它是電磁爐 它接觸到金屬 它才會開始發熱 我不知道大家聽到聲音了 我聽到聲音了 現在一拿走 就馬上不發熱 就停了 如果我不用這個爐 要關掉的話 按了它正規是這樣關掉 其實還有一個方法 或者開了五個爐 或者有小朋友過來 或者怎樣 一個安全係數 你可以整個拿走它 因為它是遲時吸住的 這樣拿走了兩秒 它就會自己關掉 這個安全可以很快地按 但是我覺得最大的一個 興趣的位置 就是萬一你忘了這塊東西 那怎麼辦呢 好了 好 這個好 然後呢 我們說完這個爐 下面就是那個焗爐 這個是一近爐的焗爐 就是 拔開 然後呢 這些都是一些儲物空間 這個就是整個拉出來的 就不是櫃 所以其實下面全部都是櫃桶 這個都可以放不同的東西 洗碗碟機 都是Gagano 它全部的電器都是Gagano 這個雪櫃是36吋 裡面全部都是金屬 還有一個櫃桶 櫃桶裡面還有一格 然後艾蘭這邊呢 它現在就很零零散散的 放了三個巴凳 我想如果你家裡很多人 都可以放多兩張的 這邊的樓底 就沒有剛才的餐廳那麼高 但是呢 還有一些樹在外面 感覺有點障礙 外面還有一個窗 還有一些太陽可以射入 這邊呢 出去呢 就是一個露台 我們等一下去看 現在呢 看看它的早餐位 這個早餐位 好像一個Solarium 好像陽光房 你進來 也可以關門的 然後這裏呢 也是另一道門 可以通到露台那裏 露台呢 這裏呢 有遮蓋的空間 前面呢 就是露天的位置 而且它全屋的地下 大家可以看到 只有白色 它是鋪磚的 然後就 這一個是 它那個 取暖系統 就是地暖來的 我們剛才看了廚房位 這裏呢 它有一個儲存的空間 那現在都安裝了些櫃 架 可以放不同的東西 這邊呢 這邊呢 就是Powder Room 我們可以看一下洗手間 洗手間 洗手間 看到它的設計 上面的特別位 這邊是牆身 下面呢 就是鋪了磚 中間有些設計的位置 在長腰中間的位置 它那個顏色 或者它的設計 都跟廚房一樣 剛才呢 就看到有餐廳 午餐 午餐 這邊呢 就是一個客廳的位置 大家可以過來看一下 差不多是一個正方形 有足夠的走廊位 這邊擺了沙發 這裡有個電視櫃 它整個組合櫃 這個電視是75吋電視 大家可以看到 這裡有一層全玻璃門 這裡也是用來放東西的 這個比較多層 我開這個給大家看 這裡其實全部都是通的 這裡有個掛衫的櫃 這邊有些放鞋的櫃 它這個設計也不錯 如果全部都是白色 感覺上好像太齋了 有一點玻璃幕牆的感覺 這個就是HOT WATER TANK 供這個單位的暖水 我們現在看看樓上 大家給我過來看一下 樓梯其實都是鋪了磚 而且在這個位置 也有個防滑條 還有這個磚是木紋的感覺 上來繼續有些白色大磚 這邊上來有三個位置 首先左邊是一個主人房 主人房這邊 也是白色格子窗 這邊放了KING SIZE床 牠的牧場上也有個床板位置 這個是軟滑滑的白色的 挺舒服的 去到頂上也裝了很多POT LIK 前面這個位置也夠闊落 有些人不會喜歡在床尾 再放一張椅子 這個也夠位置放的 這裡有櫃 沒有門再通到寫手間 這裡是開放的 我看到很多比較外國式的住宅 其實都喜歡不再裝門 我進來這個位置 其實已經是浴室的位置 可以關緊 這裡是Frameless的位置 這裡其實有一瓶 所以水應該不會漲出來 這裡全個位置都鋪了磚 這裡有花灑 水龍頭 然後浴缸在裡面 長身這邊是玻璃 這裡全部都是鋪磚 浴到浴缸的位置都有一瓶 所以如果大家在浴缸的時候 水都會在這個低位範圍 它的排水就是這一條 掛毛巾位在後面 好 Shower就是這樣 雙升門的位置 兩個洗手盆 然後下面都是一些儲物空間 你可以看到下面還有一個櫃桶 Toilet在後面 最裡面這裡也可以自己關門 上面也有抽氣線 因為這個門是到頂的 可以全部關緊的 這個主要的抽氣線就是這裡 這裡留了一個洞 你洗澡的時候 濕氣就從這裡出來 這裡就是整個衣櫃位 也是這些磨砂玻璃幕牆 好 我們看完主人房之後 我們又看看這邊 這個很有趣的 它是房間加書房打通了 所以這個位置就是一個釘 有一點點像Solarium 兩邊都是窗 這裡其實這個方向是西邊 其實那邊已經是南邊 那邊是北邊 大家看到對面那棟樓 有很多甲 有隻海鷗 看到嗎 那肯定是 那些爵士到處都是 但是呢 我發現我們這裡沒有什麼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如果仔細看的話 看到上面這個樓頂 其實它裝了很多 類似鋼釘 那樣的東西 向上倒刷 所以變成那些小鳥 其實就不會降落在這個位置 變成我們現在看出去 儘管外面這個地方 我們去不了 都不可能 經常有人清洗 都不是太多爵士 可能偶然一隻飛過 是暗落了一坨 但是起碼會好很多 很多人都說 上次不知道 有個網友在我影片裡留言說 溫哥華的露台 大家最擔心的 應該是一些爵士 這個可以擔心少一點 這個就是另一間睡房 這個睡房的衣櫃就是這裡 那也是磨砂玻璃堂門來的 好 開這邊給大家看一下 那整間房子 都是一些落地玻璃窗 一格格的 有些是開到的 有些就開不了 開給大家看一下 開到最大都是這樣 這個是一個安全鎖的功能 有物通風為重 還有它這個角度開 就算撇雨也不會撇得那麼厲害 進來 那好了 看完這間 看看最後一間房 這邊 這間房 進門口位 這邊也有一個小櫃子 一個洞位 剛剛好配置了一個櫃子 衣櫃位在這裡 都是玻璃堂門 其實這間房子 是開到最大櫃子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裡是可以看回下面的 有些少少像loft的感覺 對嗎 這間做書房也不錯 我覺得這間有很多位置可以做書房 他就搬個office來這裡 這間房子的牆壁就不太直了 有些少少圓圓的彎 大家可以看到 好 另外兩間客房 他們分享的是 這個洗手間 加上laundry area 也是雙升盤 後面就是toilet的房間 然後這裡後面就是laundry 乾衣機、洗衣機 因為乾衣機、洗衣機 發出的聲音會比較吵 這些門 推拉上手的感覺會比較重 其實全部都是實心門 包括剛才的房門 實心門的話 隔音各方面的效果會比較好 特別是laundry 就不用玻璃門 可以隔音 這邊是walk-in closet 大家可以看一下 也可以走得很深 這個也可以開啟 然後這個就是浴缸和浴缸的地方 這個浴缸比較小 不過你關門的話 也可以站三四個人 好 或者這間房子的地址 其實我們是Penhouse 4 它是1102Hornby Street 房子是2014年起好 即是現在為止有7年的房子 每年的地稅9639元 它總共有三間房子 它還有一個釘 三房間加一釘 方向西北 看到City和Mountain 這棟樓有一個名字 它是Artemisia 兩層Penhouse 室內的面積是2478呎 廚房客廳的位置是1326呎 樓上的三間房間加釘是1152呎 停車位比較特別 它有三個 當初它向發展商爭取 賣多了一個 其實我們今天看的一個建築 就是在溫哥華的山灘 在這個位置Hornby這裡 然後如果逛街的話 就是這個White Robson 過去就是Pacific Center Nostrum 都在這裡 我們走過去的距離 大概都是8分鐘至10分鐘左右 我們一會兒去一下最近的山灘 其實就是英雅河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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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東西吃嗎 我們有飯 它有沒有看我 有 怎麼看 這東西很有趣 這座東西 我們剛才由Tin Misha那幢樓開來 差不多是十分鐘以來 八分鐘左右就開到過來 本身今天想分享這段影片的時候 出外景是想跟大家看下單攤 逛街購物店 不過我老公說今天風景這麼美 我們不如去海邊走散步更好 真的很美 我覺得這個位置比我們平時去英國河 我們通常去後面的東西吃 旁邊有很多雙圈 但其實這個位置好像更靜 這裡看對面已經是UBC了 今天很舒服 這塊石很多地方都看到 好像機場都有一個類似 原住民的石像、石雕的文化 如果喜歡行山的 當然是北溫、西溫更好 如果比較喜歡親近多一點自然 多點泊 看海就單攤也不錯 舒服服 我們在天里呢 這邊看見 我一定會做成一部 在外面的地方 將入北溫、西溫、西溫、西溫、 haw灰、排球 非常的有趣 但是我們不就在家裡 但是經歷,たまに 一直在照顧斯 在外面2017年紀範圖 現在是下文化找 也在大廣發 また唔民用 甚至 未來 放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HELLO 不是,保姨 跳出來了 不行 不要啊,保姨 HELLO 我真的滿熱的 還在櫃一樣,我都嚇壞了 不要再劈 雪櫃在這裡大家可以過來看看 它是37吋雪櫃 3 好 這個雪櫃是37吋 比較大 10 這個雪櫃是36吋 不過你關門的話也可以站3、4個人 好 站3吋 我知道 大家大小一起沖 小朋友 他以為我有東西吃 哈哈 好可愛啊 喂 呼 gifts櫃 什麼 200 好的 你咦 gs 那咦呢我們現在 好可愛 怎麼了 他應該是被人餵開的 不怕的 這樣 嚇拖 我們好像打腰了他們 是啊 找回那隻蟲鼠 來了 你剛才也在這裡